老頭的姻母,每次去洗衣服後,都有一些怪事發生就對了。 嘿,就這麼奇怪, 三個子去打點擋平, 那天擋平就落擋百貨。 如果打點擋平,擋平就落擋百貨。 住家旁的人都覺得很奇怪。 他現在 他們家旁邊就在問老雞,問說,哎呀老雞, 你如果都知道說,今天打一瓶會落河,打一瓶不會落河。 你怎麼這麼厲害? 如果三個子打在擋平,放就落在擋平。 你如果三個子打在擋平,放就落在擋平。 你怎麼這麼厲害?你未博身體會勝負。 老雞就笑著跟他說,沒問題。 哎呦,這說起來,實在說, 我也很抱歉這說啦。 啊,我就如果早起起來, 我就看我先生的房中部, 看是左宗堂還是儀佑任這樣啦。 你說什麼話,我聽不懂呢? 老雞這樣講話才有學問。 誰有這左宗堂儀佑任, 你先生的房中部, 你是在說什麼? 哎呦, 啊,我在說,就是在說佑嗎? 喔,房中部, 你先生佑喔? 喔,這樣喔,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啦。 你就要說你先生的佑,佑就對了啦。 啊,你說什麼左宗堂儀佑任, 啊,那是什麼意思? 我跟你們說啦, 左宗堂就是我們先生偏倒兵, 就是叫做左宗堂啦。 啊,那是喔, 偏借兵啊, 啊,就是儀佑任這樣啦。 啊,你說這樣比較文章啦。 比較讓人說,你聽不懂啦。 喔,這樣喔, 嘿, 又一文章就對了啦。 你先生的房中部, 如果是左宗堂偏倒兵, 啊, 你就 拍倒兵。 啊,如果是佑佑任, 偏借兵, 你就拍借兵, 這樣就對了啦。 喔, 啊,這樣有效呢? 他這個沒有效呢? 人家這樣跟他伺, 都也很有效, 你知道嗎? 喔,這樣喔, 嘿, 這真的, 這真的實在 很用心啦。 後來看他們的房中部, 看是偏倒一瓶, 這樣拍三拍倒一瓶, 我們就不會落後了,這樣喔。 那是在說, 這個老頭兒的媽媽啊, 啊,如果教師說啦, 你們前資, 如果剛好這樣 萬一就對了啦, 那天又沒有偏倒兵, 又沒有偏借兵, 就在那中間, 你要拍倒一瓶啊。 哎唷,你有夠功? 那如果是這樣喔, 我們老心吃得好洗三口啦。 呵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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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 如果他是站在左边 就是左中堂 如果他是站在右边的话 他就是以右任 如果他是站在中间的话 那就是讲中正 我们的讲公